金价高涨 结果呢 记不记得上个月14号 万华发生了银楼抢案 三名歹徒假装买金事 结果抢东西 警方公布了 就是三名抢匪的长相 要大家帮忙来抓人 银楼外三名男子 一个接一个经过 三个人鬼鬼祟祟 他们当时是在勘察银楼状况 时间是1月14号下午一点多 嫌犯假装买金事 却趁机抢劫 随机搭乘计程车逃逸 警方公布抢匪特征 最未来胖的抢匪 年约30到40岁 身高大约165到170公分 长髮超台语口音 另一个嫌犯比较瘦 同样是中年人 身高大约170到173公分 脸型瘦小短髮 而第三名抢匪 也是属于脸型瘦小 不过他的头发比较长一点 一家银楼 在圆夜中旬的时候 发生一个强盗案 那这个歹徒持棍棒 把这个业者打伤以后 抢走一批这个军事 那经过专案小组 深入查访以后 我们发现疑似 歹徒的一个影像 警戚差 歹徒起到心 警方公布迎楼抢匪的长相 希望全民一起追气 昨天新闻姚立强代秋荣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